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二8月30号 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大家的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员联合国 为大家带来的现场公开课美股旗船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旗船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名单声明 我们注意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若取得继续观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好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昨天周一我们对美股市场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展望 那这边我们给出的一个结论 还是这里是一个健康的回调 但这个回调呢可能还没有结束 还需要时间 那这里呢 从日线的这个蜡烛出来看 现在已经来到了中立的位置了 那我们需要看到一个圆弧的过渡 才会真正的出现一波 像样的反弹或持续的上涨 当然我这边说的像样的反弹持续的上涨 更多可能是按周围单位的 一周两周可能一个月 甚至当然如果说能够持续长一点的话 越长越好 但现在我们看来都是短线的行情 都是震荡的市场为主 今年的话呢 没有说一个单方向的行情走到头的啊 那都是震荡的波段的行情啊 那大盘更是如此的 很多品种也是一样啊 那我觉得这边没有什么长线的机会 都是波段的机会啊 那波段可能以天或是按周来算 那这边呃 按照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来看 目前想要出现一周的向上的反弹 或是反转 目前需要更多时间 对吧 但我们确确实实这边已经跌了一周多了啊 那这个ABC啊 很有可能即将在4000到3800之间 完成这样的一个ABC的回调 也很有可能刚好是踩到 3900这个平台上面啊 那我们昨天4小时也画了一个点位 除非这里能够站上蓝线 当然蓝线可能得先下来 对吧 那然后才慢慢的站上 那要不然这里 我觉得短期还是会往3900这个位置 去慢慢的去探的啊 那不排除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很有可能会是周五 那我们也说过周五 有非农就业啊 那非农就业预期依然还是非常非常的低啊 这个昨天我们也说过这个问题 那如果较低的预期 往往啊 我们看以前来说的话 可能会是好事 对吧 但是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节奏当中 这不是一个好事啊 较低的预期意味着说很有可能会什么 打破这个预期 而且超预期的一个更好的表现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大盘反而可能会怎么样 会跌啊 因为我们看到 上一次是25万的预期 然后最后给了什么 52万8的一个就业 这一次的话 我们看到 non-found payroll 大概是28万30万的这么一个预期啊 一个是private 一个是non-found payroll包含了所有 我们看这里这个预期 还是相对来说作为一个夏天的月份啊 八月份 那算是比较少的一个数字啊 那我觉得有可能会超出预期啊 很有可能会超出预期 那超出预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就是美元往上走啊 美元往上走 那美元一直维持在 108这个位置啊 我们看之前来到108就下去了 还有包括好久以前也来到过108这个位置 嗯 我们看到在几十年前吧 又来到108然后下去了 那我们看到08年 00年当时科技泡沫的时候 呃有冲过108 然后也是短暂的在一两年内很快就冲下来了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在108附近为中轴的这个位置是徘徊了很久啊 所以大概我们看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然后最终是哗啦啦的跌下来 那这个位置是有记忆点的 是有记忆点的 那这个位置一时半会儿可能也是难以过去的一个位置啊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目前108附近是排了一周多了 似乎看上去还是想往上冲一冲的这么一个感觉 会不会派出美元会在周五结合非农数据往上冲一下 从而对各大资产价格有一个短期的负面的影响 当然我觉得短期的负面影响可能很快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看到虽然美元走高了 来到了六月份七月份的高点 但很多品种并没有回到六七月份的低点 尤其是黄金啊 包括我们看白银也是一个双底的这么一个形态 包括很多受美元影响的股票啊 大动商品的品种啊 我们看几个ET就很明显可以看到了 一个是农产品ET 反而是不断的走高的啊 还有就是大动商品ET 也是不断在走高的 一个小坡度的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吸筹的一个形态啊 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形态都告诉我们美元 最近这个对市场的负面的威力啊 是越来越弱了 可能也意味着说美元即将到达一个短期的转折的位置 但不排除还会有一冲 对吧 不排除还会有一冲啊 那如果美元这边冲高回落的话 那对很多品种来说更多会是机会 尤其是对美元负面影响的这些品种啊 那我们看到开年美元比较强 从而对很多品种有负面影响 那这个包含我们看到大盘科技股 对吧 以科技股为首的大盘 还有罗素2000啊 这些可能成长性的 资产偏有泡沫性的东西 说不定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有不错的表现啊 那么看今天来看的话 这些东西确实是有不错的表现 对吧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以三个月来看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在最近一个月很快的就被杀回去了啊 因为我们看最近一个月很多这种高估值的 觉得国债利率的回暖美元的回升来到108 有一些硬的回落吧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周 今天的表现让我觉得说这个美股还是很健康的啊 很健康的一个回调 因为我们看到通胀类的东西现在是回落了啊 真真正正能够拉动大盘的是回来了 银行还有科技啊 主要还是科技 主要还是科技啊 那最近我们也讲到 冯高做轰高估值的品种 不是说不可以 只是可能要见好就收了啊 所以SARK 最近这两天就该收掉啊 包括上周其实收 我觉得也没毛病啊 收掉之后等下一波的回踩 那目前我们看到做多方向偏多的 还是找机会介入 老布和中盖啊 那我觉得中盖任何的回调 都是买入机会啊 当然暴涨了 你可能要出来一点 我们之前的60块钱的买点 到后面我们看到78块钱的硬 然后这边又回了10块钱啊 到达68块钱 那我不知道今天盘前这个硬是怎么样 我看一下啊 这盘前应该中盖好像没怎么涨啊 但最近好像中盖财报都不错啊 拼多多的财报 还有包括百度的财报 那硬这边如果能补这个缺口 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但估计可能有点难啊 这个缺口是在64块5 63块2啊 这个位置 64块5 63块2 这里是有一个缺口 要补这个缺口的话 意味着说 A股接下来可能也会受到美股的影响 或者说自身还是会继续走弱下去的啊 如果能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再次买回来的机会 当然现在这个位置67块钱 来一仓小仓 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啊 如果下来之后再加一场啊 可以再加一次啊 我觉得就可以做一个波段啊 然后往上看 我更高的位置看 呃 那这也是我觉得值得注意的一个 ETF啊 啊 看来这边 三倍的一件啊 那不 目前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是最好的啊 包括可能TARK 可能有不错的表现啊 这个是两倍的看涨 ARKK的 还有硬对吧 这三只我觉得可能有不错的表现 反向指数 可能要再等一等 是吧 可能要再等一等 特斯拉这个我蛮感兴趣的 除此以外 我觉得大家可能多等一等啊 然后中盖 整个中盖我就没毛病 这周 有不少中盖财报 我觉得只要跟中盖扯上关系的股票 财报 事件 统一的都是向上看 是吧 统一向上看 听多多不用讲了啊 百度是今天涨了财报吧 也涨了一点点 当然好像 大的股票很难涨啊 小的股票可能涨的多一点 大的盘 这个钱也不拉不动啊 也没什么重大的利好 或者说很高的成长性 就只能去拉盘小的啊 所以我们看每天 这个涨幅榜上啊 总会有那么几只中盖 或香港的公司在这里面啊 总会有那么几只啊 总会有那么几只 今天好像是这个吧 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这今天是涨了一点点啊 嗯 还有什么 那有搞高徒 这个是教育类的公司啊 今天好像涨幅榜并不多 一会儿开完再看吧 然后跌幅榜就13只 嗯 跌幅榜少 我可以理解啊 但今天涨幅榜确实挺少的 可能开完之后 可能会有更多的数据进来吧 嗯 我们看这里 中盖啊 大概是这么多 然后还有中盖的生化制药股 然是医学 好像也是财报对吧 涨了百分之四 今天财报吗 啊 只要跟中盖扯担关系的财报 你们都看好啊 另外今天盘前 几个公司 按一下啊 bb1 bassby 呃 没啥特别的 百度是涨了 big log 还有富途啊 你看到 big big log 涨了 特殊的零售 富途应该也是 ok 没跌没涨 还有就是爱奇艺 然后就先涨了一点点吧 啊 还有 coins complus 这个关注就不是很高 接盘后有 quadstripe chewy churchman hp umbrella 这些其实估计都偏高啊 除了pvh 还有hp enterprise 可能好一些 世界互联啊 这些我可能比较喜欢 以外其他都是自己配方 然后周三盘前有大量的零售 卖衣服的公司啊 然后还有燃食医学 这个我是挺看好的啊 觉得可能会涨 然后周三盘后的 我们明天再讲 大概也是同样的一个思路不变 啊 catalyst watch相关的事件 中医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看到amd啊 amd 昨天是有了一个新品发布 呃出来之后好像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吧 我看啊 因为我有不少朋友 他也是关注这方面的啊 看他们好像不是特别的激动 哇 对这个新品 我也没特别多的研究啊 毕竟我不是专业干这个 嗯 但我觉得如果专业人士都没有激动的话 那我这种 二流人士可能就不用过多的关注了啊 看股价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 说明这个新品发布会也没什么值得期待的啊 或是值得这个后续去跟进的 呃 呃八点钟盘前财报 bby已经过了 三点钟还有纽约联储主席讲话 盘后的话有些财报 就大概是这周这个这周二的一个事件了啊 呃 我们这周大概的一个情况 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复述了一下 是吧 跟大家复述了一下 那我觉得市场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啊 还是围绕着通胀在转啊 然后通胀最后就是对什么加息的影响啊 那我们说过加息的影响 目前可以看得到大概率还是加息75基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 那不能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坏事是吧 当然相对于说加息50基点来说可能没那么好啊 但是加息75只要是确定的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周五可能就会坐实了南方配肉 让这个75基点达到更高的一个概率 我们之前说过只要60以上 基本上我觉得就晚了啊 现在是70.5 如果来到80啊 那刚好进入到进波期 那就是更好 那就是更好 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人会乱讲话 从而影响这个预期了 只看数据 那数据可能趋势性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加息75意味着接下来会加息50 25加息相对更少 也是一种宽松 然后到23年就不会有任何的加息了 那我觉得这是整体来说 市场消化了负面的影响 那就是利空出进 不能算什么重大的利多 只能说是利空出进吧 利空出进其实也是一种利好了 也是一种利好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觉得每人会冲高回落 国债利率可能也会稳定在三块钱附近 尤其十年国债利率 那通胀在不断回落的前提下 我们看通胀可能下周又会有一个新的通胀的数据 那这样的话 美元可能会上市持续上冲的能力 包括国债利率可能也会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 或者说没那么高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其实有助于成长股 有助于市场 高值的回暖 也有助于各股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有 几个波段的机会 对吧 或者说一个大波段的一个机会 可能会有不同的股票 会不同的板块参与进来 但更多可能是成长性的股票 那我觉得大家不要过分的去看空这个市场 这个是我想说的 当然呢 做多的话也要谨慎 也要谨慎 选股为王 选股为王 选对板块 选对股票 那可能会比较重要 所以现在就是考验你这个选股专业性的时候了 因为大盘可能就这么回事 震荡来震荡去的 向上震荡向下震荡 也就是在一个大区间里面震荡 但是个别的股票跟板块啊 那么我们也给了一些思路了 这个可能会是更为重要的地方 那总体的思路还是去找价值的低挖 然后图形形态上的圆弧底 也就是价格上的低挖 对吧 然后同时再结合异动 这三方面如果说能够吻合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选到非常非常好的股票 那些价格在低挖的 生花之药 对吧 还有这个中盖 都是在低挖 而且形态也非常的到位 资金流方面 也看到了持续不断的异动 也有背后看涨的理由 那我觉得这两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如果大家能够深挖到更多 更细的板块 更细的股票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 在问答这里面提出出来 那今天的话 也想说留出更多时间 解答大家的问题 昨天的话呢 大家未必挺多的 没有如果的时间 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文学问到Modara Modara这个疫苗 疫苗其实早就已经过去了 那这个没有什么成长性的玩意儿 没有什么成长性的玩意儿 都是已知预知的东西的 那所以可以看一看 它的这个物质的情况 包括成长性的情况 你就一目了然 那如果说你这个不能用common sense去解释的话 一定要用数据去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这个22年就会达到一个 它的一个营收的顶端 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没那么赚钱 然后接下来PE值就会偏高 营收包括营利能力也会下降 这是一个现状 这个是没办法的 那就是炒那么一波的 那你觉得股价会回到四五百吗 基本上不可能回到 那如果股价回不到四五百 那他可能也回不到三百 也可能不一定能突破两百 那他可能就只能往下走 如果整个业绩是往下走的话 那你觉得股价会往哪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票就不要去关注了 不要去关注了 你要做买些短线 其实差不多 看在支撑位置做了一两天的波段 那可能这样无可厚非 对吧 也我也很难去把控这些短线的行情 但是我觉得大的趋势 说明这个股票是不值得关注 黄金GDX 可能需要点时间 看这个图来看的话 最近是一个小双底 但是这个双底能不能守住 我就还得看量 按照这个套路来说的话 是不是要洗下去之后再拉回来 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比较喜欢做的就是像这种 看这个黄金 当然这个是一个极端情况 就洗下去支撑之后再拉回来 然后这个行情就很顺的一步 要不然这里其实很难做的 很难做的 这个阴跌绵绵的行情 软绵绵的行情 对吧 阴雨绵绵 很难做 我觉得要等一等 我就要等一等 黄金白银 我也在等机会 要等美元 这个顶部出来 TEL 这个是一个没见过的公司 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一支是CDEV CDEV应该是一个 能源公司 没记错的话 CDEV 是一个能源公司 天然气的 这个我觉得在势头上 但是如果是天然气的 看这个价格 很像是做天然气为主的公司 如果是天然气公司 我们说过天然气是现在 只要出现新高 就成高做空 我们看到最近是出现几个新高了 一个新高在这里 那10块钱 这就是新高了 只要过了9块6块5 9块6 9块7 就是新高 过新高就做空 所以这个我们要说的比较明确的 所以只要跟天然气相关的公司 短期涨那么多的 都要小心 当然能不能再涨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我觉得天然气整体来说 是在高位的 对吧 所以这些股票 只要天然气不是瞬间跌回到 5块钱以下 我觉得这公司可能都会很赚钱 因为天然气原来在两块钱 他们也赚钱 一块钱也能生存 那涨到9块钱 如果能维持的更久 那不行 是更赚钱 待一天就多赚一天的钱 太爽了 来看这个公司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营收 成长性跟那个什么的 这个好像是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啊 这个刚刚说的是CVV 我现在说的是TEL TEL这是一个IT公司 做电子设备生产的吧 Sales Connectivity 连接器跟感应器 全球的 可能更多是欧美国家海外的啊 对视的 这个也做汽车吧 这个应该更多应用是在汽车方面 对 看这个 营收 TEL 都还挺健康的 没有什么成长性 好公司啊 是好公司 没毛病这公司的啊 TEL TEL T Connectivity 分红 一年分两块钱太少 呃 我觉得这个属于中规中矩的股票吧 嗯 嗯 我觉得就 没有什么特别好关注的 因为分红也不高 啊 啊 然后这个公司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啊 不过他有什么特别的技术或特别的玩意 对吧 你看Cornestone strategy value fund 这个应该是个价值的 ETF 或是close end fund 啊 这个fund我们看到每个季度的分红是每个月吧 这里是啊 每个月能分一毛八 那挺好的啊 嗯 每个月分一毛八 没记错的话 没看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每个月分一毛八吧 吧 每个月分一毛八 那一年下来 又是一块八加这个一块八 那不是两块一了啊 两块一毛六 那挺多的啊 挺多的 呃不是两块一毛六 一块八真二 那是 一块九毛六啊 两块钱 那挺多的了啊 这一年可能20%的分红 那你想想一年20%的分红 如果股价能维持不变 那很好 是吧 但如果股价是往下低20% 那你基本上就等于是 自己给自己派分红啊 而不是说他赚的钱给你派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要去看看他里面的权重是什么 啊 这种是还有的 应该是用close end fund吧 这种放在最后里面买的是什么东西跟踪的是什么东西吧 close end mutual fund 嗯 那这里买的还是科技为主啊 如果你看好后半年的市场 这股这个可能还不错啊 就是你可以拿半年的话10%的分红 然后说不定股价还能涨一涨的很不错 这个还可以吧 还可以 那还有一个是 A V ACV 那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吧 这两个啊 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啊 ACV 这个分红也是每个月的啊 也是每个月的 然后也是一毛八的分红啊 那相对于说他的股价来说更少一点百分十的分红 但你想想如果说你从 22年年初拿下来 你现在已经跌掉一半了 然后你拿百分之十的分红那你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啊 但如果说你是在最近低点买的啊 那又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这些ETI就只能是找一个极端的低点买力啊 高了就肯定不能追的啊 这种ETI只能在低位买力 那最近如果说有回踩的机会啊 ACV包括刚刚说的这个CLM 这两个有任何回踩的机会 我觉得都可以吧 我觉得都可以 CLM好像感觉坚坚挺一些啊 这个是Value Fund啊 找的更多是价值为主 然后ACV这个是什么 Income Convertible Fund 这可能更稳一些啊 这可能更多是跟着债券走的吧 这这两个我觉得都有不同的 这个不同之处啊 他所持有的品种可能也不一样 根据他的名字还有刚刚我看到的信息 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啊 但分红他都挺高的 一个20%一个10%啊 TLL 这个应该属于天然气股啊 属于天然气股 那天然气股要小心啊 特斯拉估值偏高吗 那确实还是挺高的啊 有跟踪美元的ETM有 UUP就是美元的ETM啊 然后Plug Power怎么看 Plug Power还是估值偏高 所以这些呢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Plug Power最近好像是有一个 Amazon还是沃尔玛的新闻啊 那新闻好像放了好大的量砸下来了 然后跌了两天三天 然后29号又出现了一根 Gracetone Doge 这个跳红高开 感觉这是一个反转形态啊 但我觉得这个股票也不值得去追高了啊 不值得去追高 嗯如果你有仓位的话 说不定还能拿一拿啊 如果你是这两天买回来的 或者说之前买了 然后赚了没出 那说不定还有到31 32的机会啊 说不定 但我觉得来了也是要跑啊 这个估值上的问题导致这公司可能难以持续 就算有利好的新闻 又咋地吧 感觉是借助利好有人出货的感觉 但是出完货之后 好像又在这里出现了一定的反转 这个缺口没有补啊 然后呢又出了一个Gracetone Doge的反转 这个反转其实是一个比较强的反转形态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希望来到 重新再测试一下31 32 但能不能过去就不好说了是吧 能不能过去就不好说了 我是不期待它过去啊 好那这边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公开课的支持 如果想代理更多信息 你可以拨打FIRST的客户专线 电子银键以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的横杠1985 无缓三十多年老婆链商 真正一个链链商 大家可以扫码关注吧 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Chair Green Bye Bye